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追风者谁的演技最好 王一博排第五 王阳排第二 第一名当之无愧 追风者的播出 出乎意料的为近年来声名下滑的谍战剧带来了口碑上的逆转 该剧不仅在酷云平均收视率上实现了连续增长 达到了1.5161% 而且在网络热度上也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这一成就并非偶然 它的背后是主演王一博的高人气 王阳再度挑战民国谍战题材 以及王学奇 高露 杨坤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然而 这些因素并非追风者成功的唯一原因 最关键的是 该剧真正做到了谍战剧应有的样子 在追剧之前 我曾担心剧集的质量 好在这些担忧是多余的 剧中没有过度使用的滤镜 浮化道也恰到好处 感情戏份适中 正反派角色智商在线 整体观感相当不错 虽然追风者并非传统谍战剧 而是融合了金融元素的新型谍战剧 但它的剧情紧凑 金融线与谍战线交织并行 各剧特色且冲突不断 使得剧情推进毫不拖沓 在这部剧中 虽然优秀的表演不一定能成就一部高质量的谍战剧 但一部高质量的谍战剧绝对离不开出色的群体演技 第五名 魏若来 王一博是 王一博用自己的演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为剧集增色不少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他演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在剧中 他饰演的魏若来是一个复杂且层次丰富的角色 王一博通过细腻的演技成功地展现了角色从青色到成熟的转变 他不仅在表现角色的机制和勇敢方面做得出色 更在情感戏中展现了角色内心的挣扎和成长 王一博在剧中的表演自然而充满力量 他准确地把握了角色的心理变化 无论是在面对生死关头的紧张气氛中 还是在与爱人的深情对视中 他都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真实情感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情感爆发点 王一博的表演既有力度又不失细腻 使得角色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 第四名 苏慈叔 高露是 高露精准地抓住了角色的情感 展现了其复杂性 高露在追风者中饰演的苏慈叔是一个充满层次的角色 他的演技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苏慈叔作为沈图男的妻子 同时也是一位上海滩的电影明星 角色本身便带有一种光环和神秘感 高露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气质 他在剧中的每一次出场都显得温婉而又不失坚韧 完美地平衡了角色的柔弱与坚强 在表演细节上 高露展现了极高的演技素养 例如 在一场与沈图男的对话中 他通过微妙的眼神变化和语气的控制 传达了角色对丈夫行为的怀疑与不满 同时又在女儿面前保持了克制 这种复杂的情感处理显示了他对角色深刻的理解 他的表演既不夸张也不平淡 而是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第三名 林乔松 张天阳市 张天阳的表演让人惊艳 将反派角色演绎的既很辣又有人味 第二名 沈图男 王阳市 王阳的表演气场十足 将角色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名 周仪 杨坤是 杨坤将角色的生活气息演绎的淋漓尽致 为剧集增添了不可多得的人情味 杨坤在追风者中饰演的周仪 是一位充满生活气息的角色 他的演技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仪作为剧中的配角 虽然戏份不多 但杨坤却能够通过有限的出场时间 精准地抓住角色的精髓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鲜活的上海弄堂妇女形象 杨坤在剧中的语言表达也非常到位 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使得角色更加接地气 同时也增强了剧情的真实感 他的台词虽然简短 但每一句都充满了力量 能够直击人心 在一场周仪与男主讨论股票的戏份中 他将角色的贪婪 犹豫和最终的失望表现的层次分明 让人既感到好笑 又不禁对角色产生同情 在谍战剧日渐示威的今天 追风者为观众带来了久违的惊喜 期待未来国内的谍战剧能够继续提升质量 重回巅峰 王一博探索心境挑战极限 国内保险公司拒保 王一博因参与拍摄的纪录片 探索心境而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位顶流艺人在节目中的大胆行为 不仅让观众捏了一把冷汗 更让国内的保险公司望而却步 最终只能寻求国外保险公司的支持 据了解 王一博在探索心境中的表现可谓惊心动魄 在热带雨林中 他毫不畏惧地就地而睡 面对有毒的竹叶青蛇 他竟敢近距离拍照记录 遇到深不见底的水潭 他毫不犹豫地跳入其中截暑 甚至为了到达河对岸 他脱掉衣物游过湍急的河流 最令人心跳加速的是 当他挑战攀爬悬崖时 竟在悬崖峭壁上安然入睡 这一系列高风险动作 无疑是对保险公司承受能力的极大考验 有业内人士爆料称 在王一博拍摄探索心境期间 曾有多家国内保险公司被邀请承保 但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拍摄内容 和王一博的身价咖位 这些公司纷纷表示无法单独承接 最终 节目组只能寻求国外保险公司的帮助 即便如此 国外保险公司也要求王一博 在拍摄过程中必须全程携带安全源 以确保其安全 否则也不愿承保 网友们对于王一博的勇敢行为 展开了热烈讨论 有人表示赞赏他的冒险精神 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探索和挑战 也有人担忧他的安全 呼吁他在拍摄过程中务必小心谨慎 一位网友评论道 看节目的时候真是吓死了 王一博太拼了 虽然效果很震撼 但还是希望他能注意安全 对于这次拍摄经历 王一博本人也深有感触 他表示 虽然过程中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但正是这种挑战自我的精神 让他不断突破自我 实现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同时他也感谢节目组和保险公司的支持 让他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投入到拍摄中 值得庆幸的是 尽管拍摄过程中充满了惊险和挑战 但王一博最终安全完成了探索心境的拍摄任务 并已回归正常工作状态 他的这次经历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和心灵上的触动 更展现了他作为顶流艺人的敬业精神和无畏勇气 回顾王一博的演艺生涯 从最初的舞蹈担当到如今的全能艺人 他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挑战的渴望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镜头前 他都以出色的表现和不懈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业界的认可 而这次探索心境的拍摄经历 无疑又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